县长李明珍会同副议长潘一泉 议员石庆龙、谢明某、吴国昌、林芳宇 会看于池湘与普立镇多处道路路面及改善工程 林县长实地的了解却有安全的疑虑 指示公务处尽速改善 县长李明珍会同副议长潘一泉 议员石庆龙、谢明某、吴国昌、林芳宇 会看于池湘和普立镇多处道路路面及护栏改善工程 于池湘投射村会看第90以及第12零巷道 两处巷道因为年久失修多处坑洞以及军列情况严重 于池共和村长新巷会看长辽段 该产业道路为村民通行以及农产运输重要道路 既有PC路面老旧军列并有下线情况影响通行安全 普立镇水头里会看头一山一线3.5公里直线道路 该路段吉林水利会大排 水流湍齐 该道路部分路段无护栏 轮车通行有安全疑虑 吉林里南科三号桥浓路 吉林野兮路面破水 部分路段下方驳赶有套工前行 有安全疑虑 临线的会看之后 指示公务处尽快发包改善 今天由乌郭昌议员和林芳宇议员来请我来看我们保里一些基材建设的 像我们拿上白水稿的富栏 还有水头里 一千萬的經費 所以我們縣政府 不該資用的或不資用 競爭建設人的地方 讓我們百姓都有感受 像我們阿波來到南南俠 這麼多鄉親在期待 告訴我們今天把視線都好 鄉親的願望就達成 所以改造的工作 我們就要經歷完成 和鄉親的希望 再一次完成 讓他們再一次過度的安全 這些道路讓他們可以通行 林先生表示 改善縣民生活品質 提高通行安全是縣府努力目標 因此對於鄉親反應急需改善的地方 縣府都會實地了解 努力籌措裁員 也易改善 提供鄉親更安全的通行品質